冰箱里还有一块牛肉 今天菜我们都不用去买了 叫老妈做了两小把的酸菜 我们来整一道一家老小都爱吃的酸菜炒牛肉 先来处理牛肉 把牛肉给它切片 切牛肉我们记得看好纹路啊 横纹给它切片 牛肉的价格比以前便宜了有三分一 吃它的人也是剥起来了 切好放到碟中去调味腌子 给它整点胡椒粉 来上两勺的生抽 一勺的蚝油 少许的白糖 另外再加点葱姜水冰卷 葱姜水我们分两三次给它抓 抓汁汁水全部吸收完后 再来加第二次 牛肉要给它吃点水 要不要炒起来老 牛肉细胞水分 往里面加酥 给它来上两小勺 再次给它抓均匀 最后我们给它淋上8升油 蒸虾可以锁水分 稍微抓一动一下 放在那边备油 接下来我们把酸菜给洗一洗 先把它剥开 把那些沙尘给它洗掉 大家有没有觉得酸菜和牛肉做搭配 那是怎么做怎么好吃对吧 洗净的酸菜挤干水分 先把这些老根给它去掉不要 影响口感 接下给它切小块 闻到这个味道口水都来了 再来切点姜蒜片 把锅烧肉不用下油 我们先把这个酸菜给它炒一炒 炒干水分炒出香味 酸菜经过炒至它的口感会比较爽脆的 所以它的水分我们一定要给它炒干 炒香后我们先把它倒出来 把锅烧肉淋上点油 到后我们腌制好的牛肉 快速的给它划斩了 以后炒至变色 马上先把它给盛出来 接着把锅洗净 再次下点油进去 先把姜蒜放进去煸虾 香味出来后 到我们炒好的酸菜 这个酸菜我们要给它加一点糖 我加的酸菜味道会有点酸 给它翻炒均匀 接着把我们炒好的牛肉给加进去 整点红椒片和葱蒜 摆上一丢丢的盐 快速给它翻炒半分钟左右 把它炒均匀的就可以了 炒牛肉啊 我们一定要不要怕它不熟啊 怕它不熟的朋友 炒出来的牛肉 那肯定是咬不动的 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关火出锅 一份人见人爱的酸菜炒牛肉就做好了 开胃又下饭的家常小炒 喜欢的朋友一起来试试吧 酸爽又嫩滑 酸爽又嫩滑